白衣桶活蹦乱跳的泰國蝦 丟進釣蝦池中 让钓客钓个过瘾 但每钓一尾 业者就心痛一下 因为最近泰国蝦贵到不行 不只业者很有感 爱钓蝦的民众 也明显感受到 泰国蝦价格的波动 钓客直言用钓的 还比到市场买的划算 而且自己钓还能休闲 一举两得 从产地价格来看更清楚 以往泰国蝦公蝦价格 大约落在250到270元一斤 现在却要390元 涨幅快要达五成 而母蝦好一点 从一斤230元涨到310元 但都已经是天价 平东潮州是国内泰国蝦重要的养殖地 每年都会举办赛神虾活动 成功打响名号 走过疫情低潮 却遇上养殖困难 育成率低的困境 养殖协会怀疑和虾苗有关系 虾农表示 泰国蝦越来越不好养 夏天死亡率更高 随着天气渐渐变热 不养的面积只会越来越大 产量只会少 不会多 短期内价格想要下降 恐怕不容易 民众想要吃泰国蝦 只能多掏点钱 民事新闻 虹明生 陈志平 平东报道